台湾是一个宗教信仰多元化的地方 据统计全台湾已经有近5000家的寺庙 如今都已经变成一种深植于生活中的文化象征 今天节目就要带大家到彰化西湖 看看这一家让人感到舒服且清幽的凤山禅寺 是如何走出自己的特色 已有七十几年历史的凤山禅寺 主要供奉的是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掌管者胡启年是中部地区少数具有留美身份的管理人 四年前因为第二代住持 也就是他的姑姑因年迈不变 毅然决然回台 接让阿嬷一手创立的禅寺 阿嬷在我生日以前她就出家了 自然而然的我都对佛教都很有耐心的 要学向阿嬷学习那些佛教的事情 阿嬷要出来也怕我阿公自己一个人 阿嬷又起一个阿姨的阿公 他才放心出来 所以他真是我很敬佩阿嬷的那种 就是牺牲住我的精神 胡启年在美国期间从事过相当多的行业 利用曾服务于旅馆业的优势 将台湾文化带到美国 让外国看见台湾传统文化之美 所以我就请了我们这边 跟那个文化部结合 在我们那个城市 深当多年前 表演了三天 每个晚上差不多有二十万人去看 就很特别 所以我觉得这些文化交流 觉得是蛮有意思 还有说对国家也贡献的不少 所以在美国在那边 从事旅馆事业 也帮忙好多就是我们国家的文化交流 那些 所以当侨务委员也当了六年 然后现在为之行委员 从那个侨务顾问 升到侨务委员 然后侨务委员 为国家也做了不少的事情 胡奇年回忆 小时候阿嬷就到日本出家 回来台湾后 成为日本曹洞宗 在台湾第一位比丘尼弟子 也从日本带回了释迦牟尼佛 让佛法在台湾有更上一层楼 我十岁以前 阿嬷要出家以前 她到日本去 她到日本拜一个草洞中的总长为师 她拜师就在那边替路出家在日本 然后她要回来之后 也请了 搬了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现在就在我们的大雄宝殿 很大的一个释迦牟尼佛 她从日本搬回来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教 释迦牟尼佛 为传承阿嬷慈悲心肠和教育信念 除斥资近二千万元 兴建一栋有饮水私园含义的私园馆 并设立优秀学童奖学金 不只放置特别定制的阿嬷铜像 还将禅寺提供给考生自修 及信众共修 社团开会 法师演讲场所 让佛祖大德能加会在地的相亲 也让私园馆成为智慧会流的宝弟 所以我就为了要纪念祖母 纪念阿嬷 所以我就好 就来建立一个私园馆 那楼上呢 就是阿嬷的纪念馆 祖先的纪念馆 现在我有阿嬷的铜像 她一些东西都放在里面 我祖母阿嬷 就是已经就注重这些教育的事情 觉得说阿嬷有这些救济贫穷的人 还有奖学金的事情 所以我就建立了这个私园馆 奖经堂 还有阿嬷的纪念馆 坚持阿嬷慈悲为怀的理念 胡起年不只设立教育奖学金 帮助别人 未来更决定建立养老院 让所有的智慧及宝贵的经验 得以有个舒适的交流空间 也让这些智慧得以流传 坚毅有恒 慈悲为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Ż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